2018年6月11日 在意大利米兰罗镇市政大礼堂 全能神教会和罗镇移民委员会 多文化绿洲协会联合举办了一场 揭示中国基督徒受中共残酷打压迫害真相的观影活动 观影者通过影片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宗教自由现状 并对中共政府迫害基督徒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 予以谴责 罗镇移民委员会主席吉尔特·安吉拉女士 多文化绿洲协会主席优格·戈萨尼先生 出席了活动并先后致辞发言 在当天放映的影片中 纪录片《谁是罪魁祸首》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 该片讲述中国基督徒周海江 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 遭受酷刑被折磨致死的真实经历 深入反映了中国基督徒的信仰自由 和人权被肆意践踏的现状 律师法比奥斯特·拉策里接受采访时说 我看到这是一个关于基督徒 在中国受迫害的故事 很好地描述了当今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在意大利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将这些事情搬上一幕 对人有益处有帮助 我知道在中国所有的宗教都受到迫害 而不仅仅是基督教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自由地信神 所以我认为谈论这些事情是件好事 让这些事情公之于众是非常好的 移民委员会副主席保罗彭佐说 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地信奉任何宗教 表达任何观点 任何思想 但在中国这一党专制政权下 没有真正的自由 只有伪装的自由 我认为有句话可以概括这一切 中国 只要没有宗教自由 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多文化绿洲协会主席尤格格萨尼说 不幸的是 事实上中国政府就是使用这些手段 来控制宗教的 由于他们是无神论者 所以他们试图阻止一切涉及宗教的事情 只有在独裁国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中国正试图吸引世界的关注 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但这种关系只涉及经济 根本不涉及人权 现场观众卢卡乔达说 我知道 过去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宗教少数群体遭到迫害 特别是家庭教会 但令我惊讶的是 当今居然还有这样的迫害 逮捕和殴打 简直不可思议 尤其我们现在处于21世纪 人人都应该有信仰自由 所以当得知现在还有这种情况时 我感到非常不安 他还表示 对于中国迫害宗教自由 践踏人权的事 希望联合国或者外国政府能够介入 解决这个问题 世界自由之声记者 艾佳 意大利米兰报道 各位停留在吧 别人都应该摆在成为 我们下困境的事 百分成本 未经许 未经许 我们下困境 旦